老铁们我是圆胖又见面了啊 这个想找项目赚点小钱的跟着我走 现在呢我们去搏头有一个村书记吧 叫做张志勇的是吧啊张志勇的这个发明人 昨天晚上呢我们稍微见了一面 今天呢我们来到他这个做面条机的地方 这个面条机呢反正比较神奇啊 大家跟着我一块去看 这就是面条机 这个呢现在来说就是非常简单 它能做这么现在就是四种 在那这个刀呢中条宽条细条 另外呢还能做圆条刀削面的都可以做 非常简单这个呢比如想换刀就简单的很 把刀换过来然后呢放一份面它就会转一下 我打开你看一下 诶你试一下看 诶你试一下看 你 我放一份面然后那就下去 哦 就是你现在一个月能生产多少台 现在的话一个月差不多能生产三十台左右 哦三十台 哦 另外一个现在目前来讲我刚才听你的客户说那个口感很好 是 它能超过人工吗 问题是 超过咱们手感 手感 能 比人工好吃 比人工好吃吗 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尝一下 没问题 啊等一下尝一下 诶我们看一下你的车间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 看一下你车间 嗯 诶这个还真是真材实料的哦 是 哇你这个规模很大 你这怎么可能是三十台呢不可能啊 因为这个受场地受这个资金受人员几个方面的影响 诶你其实这些做的很扎实的你看到没有 嗯是 这这个很结实的这个可不可不一方啊 这个加热桶呢现在也是分这么几种啊 嗯 有燃气的 哦 有电的 哦有电的 啊燃气的呢分这个天然气和液化气 哦 哦 变的呢分咱们这个220和380 哦 哦 是哪个部位的啊 这个 这就是咱们那个储机里头的核心 哦 核心部位 哦 做的现在就是圆条的 宽窄的 刀削面的 哦 再加上这个是板面的 这个非常快 我就说会拉手 今天呢我们到了这个 柏头是第四中学 好像应该也是当地最大的一个中学 然后呢我们昨天的那个快速刀片这个面条机的这个发明人啊 他有一台机器就在这个学校 我们呢今天去看一下他这个机器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机器最大的特点最好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 快 美声 快 哦 哦 这一个小时可以搞多少碗面出来 一二百碗吧 一个小时可以生产一二百碗 对 它需要人波一下吗 现在快一点就有人波 要慢一点呢就是自动的不断 哦 这个机器给你带来的效益没有啊 带来了 相当快 相当快 对相当快 以前你一碗面大概有时候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吗 嗯 要是说没有这个机器不行 没有这个机器一般来是要人工来做 有六五六十了 嗯 今天能做将近二百碗 差多少 差很多 现在挺人工很贵的了 对了人工太贵了 如果是说对张总这个机器感兴趣的 你可以上我们发明迷的网站 也可以找到我们发明迷南部组 然后呢去这个实地来看一下他这个机器和设备 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和设备能够造福大家 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学生啊 还有有需要的企业啊 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这个这个制作这种好吃的这个面条 对吧 好的 大家好 我叫吴刚 来自江苏苏州市 我做过机械 做过管理 也做过几年小生意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项目是商品防用空心器块 这种空心器块的气墙速度是红砖的10倍 墙体成本不到红砖的一半 我的空心器块是由传统的本领土空心器块改进而来 其上平面有两条凹槽 底部有与凹槽相对应的两条凸起 左右连接有卡口 气墙时 底部的凸起放入上平面的凹槽中 我的器块采用勺子来气墙 可以放好一排气块后 同一将沙浆倒入凹槽中 然后放上面一排气块就可以了 大家都知道 现在商品防气墙一般用的是红砖和加漆器块 这两种墙体材料 气墙速度比较慢 墙体的造价比较高 红砖的墙体成本在150元一平米 加漆器块的墙体成本在110元一平米 这两种墙体材料都必须进行抹槽 墙体抹槽成本大概在14元一平米 而我发明的空心器块是不需要抹槽的 我的发明借鉴了金字隔墙版的棉抹槽技术 在气块四周有地域表面5毫米的抹槽缝 所以不需要抹槽 直接拼镊子然后油漆就可以了 我发明的空心器块 墙体成本只要60元一平米 气墙速度快还有一个优势在于 可以大大加快建防的速度 经过实际测量 这次空心器块一共气了31.5块 共2.8个平方 红砖一共气了48块 共0.4个平方 空心器块气墙速度是红砖的7倍 由于红砖气好以后还要进行抹槽 抹槽的速度一般是气墙速度的一半 所以红砖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工作量 综合算下来 我的空心器块气墙速度是红砖了10倍 今天将这个发明介绍给大家 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想找一个核子伙伴一起推广这个发明 发明能变发财 大家对发财感兴趣的 可以直接百度发明明商城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最新发明项目是什么 是一款多功能的切菜机 这个发明人叫于华盛 今年45岁 他的家乡就是非常有名的榨菜之乡 重庆福林 大家都知道 小包的榨菜都是出自重庆福林的 这种榨菜大家在餐桌上面经常能够看见 不过这种榨菜做起来是非常费劲 尤其是切榨菜 就是很多年轻人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外面打工去了 大家都不愿意做这么一个活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的于师傅就看到了这一点 他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发明一台机器 把这台机器做出来 能够就切得更方便 也让这个榨菜的这个文化能够延续下去 现在的人情人已经不像我们这一倍了 目前中国榨菜行业那么大 要想靠他们把我们福林榨菜 中国榨菜文化传承下去 基本不可能 我说其他的单式榨菜测试 就使他们会遇到一个极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在想 能不能发明一台车材机解决这个问题 是啊 现在时代发展了 那么快 大家谁喜欢干这种老手艺活 越来越多的老手艺也消失了 你想啊 所以切榨菜的人也少了 如果有一台机器 它不仅不需要人工 还能把老手艺给全程下来 这就是一石二鳥 一举两得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于师傅做的机器 到底怎么样呢 从榜料到传动 可是一步到位 我这个机器啊 我单单支持榨菜 像萝卜啊 土豆啊 还有呀 它都可以车 车丝 车瓶 车丁 都可以 发明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尤其对于师傅来说 但是呢 他还是每天在认真地研究这个机器啊 为的是什么 有朝一日 机器能做出来 自己能赚点钱 也让大家乡亲们 都能够轻松一点 中途也命令着各种反对 各种不支持 各种嘲讽 一直都没有放弃 于师傅呢 一直的努力呢 没有白费啊 2006年的时候 他的切菜机终于做出来了 这也就意味着什么 很多的厂家可能都会来买呢 这个切菜机 切榨菜的机器 也就意味着 他有可能马上就要发财了 做出这款切菜机 我内心才有一种自好感 因为他已经为我的家乡的亲们 分担了一部分老的活 于师傅呢 用他的坚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 就是你要想成功 还是要坚持不懈地住下去 于师傅以前家里特别穷 这个我很清楚 借了不少钱 但是现在 他现在也盖起了楼 女儿读书啊 上学家里的负担 种种都是由他这一台榨菜机 做下来的 现在应该也上百万了吧 还让榨菜的工艺能够传承下来 我就喜欢这样的发明人 我为这样的发明人点赞 凡是发明迷的产品 如果找圆胖 圆胖给你送礼包 要找圆胖 请评论私下留言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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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